你要把資料給顯示出來那就會有問題 所以上禮拜的部分我們大概007最後是怎麼樣 就是用那個 第一個我們比較重要的部分是用三米符 一樣把什麼產線人員 那產線呢有產線1 2 3 4 5 一直可能到很多啦 到10甚至更多那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用三米符把它加在一起 所以部門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先找到部門是我要找的那個範圍 那條件的部分的話呢就是我們的那個產線開頭的 所以以後呢特別注意喔 只要是我們那個引述裡面是criteria的話 特別注意喔 只要是criteria意思就是你的條件 你的條件它都有支援所謂的萬用支援 那萬用支援基本上最常用的就兩種 一個是問號 問號的話指的就是喔 你有幾個字不確定的哪一個字 那是固定的長度固定的字數 所以如果你固定一個字的話就一個問號 固定兩個字就兩個問號 所以這邊的話產線1產線2 它後面都只有一個字 所以你後面可以用產線一個問號 那這一題是ok的 不過呢有一種可能性就是產線11產線12的話 那變成它兩個字那就不行了 所以如果你的產線超過10個以上的話 那你就不能用問號 那如果說不能用問號的話 另外一種方法就用信號 信號的話意思就是說 不確定有幾個字 反正呢我不知道有幾個字 只要中間開頭是產線 後面一個信號的話 那要表示什麼呢 反正產線1到產線11 12 一直到20到100其實都可以啦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只要是產線開頭的都算 那我們是把那個信號放在產線的後面 另外如果你把信號放產線的前面的話 意思就是說 什麼什麼產線的什麼什麼東西啦 意思是說中間只要有那個字出現的話 那就把那個資料給找出來 這個用在哪個地方比較多 像那個全文檢索有沒有 Google類似找有沒有 它一定是找你給它一個關鍵字嘛 它幫你把那個網頁裡面有那個 那個關鍵字出現的地方幫你找出來 類似就是類似像這樣 它其實是什麼 你輸入關鍵字的前後 它都加上類似像信號的概念 它就幫你把它找出來 那關鍵字 所以上禮拜部分的話 我們就按確定就出現了 那就可以把我們的部門找到了 然後它把工資加總起來 那後來我們有用到VBA嘛 把這個概念哦 有沒有把它做成VBA的寫法 那把它做成VBA的寫法的話 基本上呢 你可以切到那個VBA 就是多一個工作表 那我們希望按一下按鈕之後 自動幫我得以加 把結果呢 把它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應該上禮拜有講過啦 只是說這個細節部分 特別注意 至少我覺得這東西要 至少要熟練一下 因為以後 裡面該怎麼寫的邏輯 基本上都差不多 以後這類似的邏輯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哦 還記得怎麼寫吧 我們基本上的邏輯這樣 我希望一鍵按下去 它可以自動幫我顯示的話 那我們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個 我們是一樣跑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 也許有2到11列好了 For i 等於2到11 一個Enter Next 中間的話呢 我又有一個邏輯 邏輯就是一幅嘛 一幅什麼呢 它的A欄 那我可以用什麼 Sales ID的A欄裡面呢 如果開頭 開頭是 產線的話 因為VBA 它沒有像那個 Criteria可以用信號啦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 把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前兩個字切出來 所以用Labs Labs Sales ID的A欄裡面 的痘點 兩個字如果是什麼呢 產線開頭的話 那幫我把它的C欄 同一列的C欄 就Sales ID的C欄 裡面的資料累加起來 累加特別重要 所以這個時候累加呢 你需要有個變數 那我上禮拜有提過 我們加一個什麼Sum的變數 有沒有 預設值等於0 所以寫法的話 基本上 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 等於複習一下 上禮拜部分 那我們就是呢 這邊先一個FOR迴圈嘛 然後FOR迴圈寫完之後 一個IF IF LEFT 這個哪一列的A欄呢 就是 哪一欄呢 A欄 所以Sales的I列的A欄 前兩個字 如果等於產線的話 那這個敘述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 前兩個字 是產線的邏輯 特別重要 慢慢各位要習慣了 其實你們可能會寫不出來 大部分就是類似這種邏輯 如果這個邏輯你熟的話 以後哦 你要做很多VBA的結果就比較簡單了 那當然IF後面還可以 如果你看到第二個條件的話 你可以再加什麼 空一格 偶爾或END 連擊或交集 有沒有 前面有講過 所以也許這些 如果你熟練的話 可以做出很多你要的效果 我發現 我沒有講過 可是有同學就是 換一個東西 好像就會 覺得是不一樣的東西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 只是說 它的那個藍的名稱不同 可是 就我來說 我就是這樣子把它串在一起 結果顯示出來而已 OK 那你們也可以自己去找別的素材 別的你工作上會用到 然後試著做著看 那如果實在不行的話 反正我是可以幫你們 把你們的範例可以拿來 我乾脆直接 你告訴我邏輯 我把結果告訴你 對 那就好了 不過不可能每一次都直接 這樣寫給你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想半天想不出來 好啊 那你講 你講讓我知道就好了 然後我就把你講的 我直接把它寫出來 那程式就弄出來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啦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你們會知道你的邏輯 可是你把VBA怎麼互相 轉換的那個過程 可能似乎不是那麼熟練 那為什麼不熟練 因為可能就是 前面的部分 還是需要再咀嚼 再思考 這些你就慢慢可以搭在一起了 所以基本上 FOR迴圈指的是這個範圍 對不對 FOR迴圈指的是這個範圍 如果裡面呢 有產線開圖的 就寫在這裡 然後如果你有M的O的話 就再串在後面 所以你可以串很多欄位的條件 可能他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第三個條件是不同欄位 可不可以啦 如果這個條件為TREW的時候 那就跑到裡面 跑到裡面的話 串接就是我增加一個SUM的變數 初始值等於0啦 意思是說我多一個變數 這個SUM的名稱自己取啦 你叫其他名稱也可以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SUM裡面的資料 就是C欄裡面資料 比如4903幫我加完之後再存回去 所以呢這個敘述是加完之後呢 再幫你存在SUM裡面 所以SUM裡面就變4903 他下一個又找到 又累加 累加又存回去 累加又存回去 所以上裡面呢 會存的是最後加總的結果 最後加總的結果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丟到哪裡呢 丟到那個出存歌裡面 Range的1、2出存歌 就把資料丟過去 就完成這整個流程 應該還有印象嘛 上禮拜才講到了 不過回去可能還是要自己 再打過一遍 最好是能夠用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啦 其實這些一串都是用理解的 看到什麼需求就把動作做完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這個先把它刪掉好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把剛剛的動作 我租行來跑好了 也許這邊設個中段點 我們讓它執行好了 按一下按鈕之後呢 那這邊SUM現在等於0 那這個條件呢 就是SUM的那個什麼 第一列 它是產線開頭 所以它會進到這個邏輯裡面 那跑完這個 4903加0 它加回去放在前面 所以我按F8 因為我設個中段點在前面 它就會幫我加 所以SUM裡面現在就變4903了 意思是說我把資料先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那其實變數呢 簡單講來就是我要存資料的地方嘛 對不對 就跟你計算機打一檔 一定要個地方存起來嘛 對不對 一直串接串串串 所以呢 第一個過了之後的話 再第二個 再執行 那這個第二個不是 第三個也是 所以它又3906 怎麼辦呢 3906再加上剛剛的4903 那它就怎麼樣 幫你把它加在一起之後的話 那就變8809 就幫你存起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磊加的概念 很多人 很多同學 對於磊加的概念 VBA怎麼寫 磊加概念好像 不是那麼熟啦 不過這就是大概是這樣子的寫法 應該可以理解吧 後面的東西加完之後放前面 OK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全部跑完之後 我們要把資料丟到哪裡呢 丟到我們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丟到哪裡呢 丟到12的儲存格 那怎麼丟過來 其實就是串完之後的這個結果 SUM怎麼樣 丟到RANGE的12 那12就是這個啦 所以它實際上就把結果給丟到這邊啦 大概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 23884 丟到12裡面的話呢 那把它丟過去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這個值就幫我跑到這邊來了 那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其實就是這樣串來串去而已 所以程式基本上都是 我要看我現在邏輯怎麼樣 那我就先把範圍界定出來 再把邏輯界定出來 再把我要而已累加 累加完之後丟到儲存格 這就OK了嘛 應該可以理解我現在寫的東西啦 那再來的話請各位開啟那個 我們的另外一個範例就是 011 011這一題 011這一題的話呢 它指的是 苗栗跟宜蘭的這個職工人數 所謂職工人數就是說如果地區 不過這裡的話地區是苗栗 或者是 宜蘭 或宜蘭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會有兩個邏輯 苗栗或宜蘭 苗栗或宜蘭怎麼寫呢 基本上 我們如果要把這個人口給串在一起的話 當然可能要 如果三米符可能要分兩次 因為它 criteria裡面不支援 偶爾跟and OK 其實好像同學問過 說criteria可不可以下兩個條件 我試過好像不行 它沒有支援 and 跟那個偶爾 如果可以的話 那當然就直接什麼 就是criteria第一個 偶爾 criteria第二個 我好像試過不行 好 不行的話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做兩次也是OK 那我們做法的話 答案第一個 插入函數 一樣用三米符 那三米符的話呢 我前面講過 range跟criteria可以一組 所以指的是什麼 我要找這個範圍裡面呢 是苗栗的先找 再找宜蘭 加的話就加職工人數 OK 所以呢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地方 ranger的話 先把地區選起來 因為我要找苗栗嘛 那我要找苗栗開頭的 那苗栗開頭的話就是 打什麼呢 打那個苗栗 這邊打一個苗栗 那開頭的話呢 因為後面總共會有 一二三四個字 所以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打一個什麼 一二三四 四個問號 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但是好像這邊 這樣子做 比較沒有那麼聰明 比較聰明的做法 應該是一個信號就好了 對不對 苗栗信號 就是苗栗開頭的 全部幫我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的話呢 幫我把那一些 他的職工人數幫我加起來 OK 然後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加起來 這30 所以 30是怎麼加的呢 苗栗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把這些 4 加19再加7 他加起來就30 OK 按確定 那確定完之後 可是問題還有宜蘭怎麼辦 宜蘭的話 其實當然 三米弗如果有支援 Kriter後面如果可以打什麼 打一個 偶 在之前 理論上應該是偶爾什麼 再加一個苗栗 不過好像他沒有支援這樣的敘述 對 偶爾 依蘭 不過 印象中是他沒有支援 因為理論上我們 可以這樣把這邊改成 依蘭 可是 印象中這樣好像 他不合法 因為他沒有 他不能讓你用這樣的方式 來來做那個 理論上這樣子 那你看喔 這邊 無效的 意思就是 他不能夠用 他不支援偶爾 不過理論上應該 如果他以後 可以把這個偶爾跟M的加進去 那就更方便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好幾個條件 同時去找 那這樣豈不是很好 OK 可是沒有 沒有你就不能這樣 所以你不要鑽六腳尖 為什麼 不要問我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個不是我規定的嘛 因為 這次微軟他們 以Sale裡面就這樣定了 所以你要學是 學他的規定 你就知道他規定做就好了 那不行 你就不行 那你就怎麼樣 你就做可以的方法 那怎麼樣是可以呢 就是 如果這個行不通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再做一次嘛 把這個公式複製之後 怎麼樣 再多一個加號碼 然後呢 把這個公式貼上 加什麼呢 再做一次不就好了 加什麼 加宜蘭的 就是把苗栗再改成宜蘭 那這樣不就是 先把苗栗的找完之後 再幫我找宜蘭的 這個其實也是有偶 也是用或 類似的概念 OK 好 按確定 那這樣打個勾 來 42 所以 30再加12 所以42個人 好 一樣的方法 請各位試一下 如果我希望呢 把這個工作表再拖拉 然後按Ctrl鍵 拖拉Ctrl鍵 再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改成VBA OK 意思就是說呢 請你利用剛剛我們上個 就是剛剛複習的那個007裡面的那個 有沒有 剛剛那個 這個 累加的方式 請你再幫我把VBA的程式寫出來 那其實你會發現哦 剛剛的東西 甚至可以拿上個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007的程式 直接拿來修改就可以了 而且很簡單哦 該幾個地方就完成了 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011的部分先做 再來VBA 把007的程式拿來修改 其實答案就出來了 007這個可以當很多的範本哦 因為其實並沒有很 哦 複雜 我是強烈建議啦 剛剛講的東西哦 如果你實在是 會可是不熟哦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把程式重打一遍 哦 直到呢 你真的熟練了 以後你真的就可以看到什麼 就可以把程式寫出來了 哦 以後甚至吧 真複雜的東西哦 直接用VBA來做就好了 因為 有時候函數哦 真的 可能處理不了太複雜的事情 太複雜的事情哦 你用那個函數裡面 串一堆東西 最後你可能會投降 像我的習慣乾脆直接用VBA來寫就好了 那我們之所以會先講函數啦 主要是讓各位先階段性的 因為函數大家都會 可是VBA可能大家都不見得會 所以階段性 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011的這個部分先做完 然後思考一下VBA怎麼做哦 然後可以參考那個007的來信 謝謝 謝謝 Thermal 結局 請 大家 所以 我 吃 好嗎 來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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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